下一章 子曰:「修己以敬。」 子曰:「修己以敬。」 敬這個字,在儒家的傳統裡頭是特別重要的。 敬,就是做事情一心一意,然後專心自治。 這叫修己以敬。 一心一意,專心自治。 寒養需用敬,就是從這兒來的。 修己以敬。 人生的意義 自己想,想得越多,越困惑,想不出來 我會講說,這個是關鍵 我就照這個方法修 結果短短半年,脫胎換毒,變成另外一個人 所以這句話非常非常的受用 怎麼講呢? 就是我們一般人思緒分雜,問題很多 更何況,我那時候讀了一堆西洋的哲學 西洋的各式各樣的理論、文學的東西 知道很多東西,對什麼事情都可以提出一種批判性的意見 什麼事情都要問為什麼 主要知道,你真懂得什麼事情,問什麼 問到最後,所有事情給你博打 你沒有任何一個看法 說是,我一定顛覆不破的 不信你試試看 你提任何一條 你總可以提這些不同的意見 比如說,我剛跟主委講了 說這個人倫很重要 那你可以反駁啊 對不對?人倫為什麼重要呢? 也不見得啊 那斯巴達人就不看中這種人倫啊 你看中的那個五倫,我就不看中啊 斯巴達人不也很厲害嗎? 雅典人也有另外一條倫理啊 就慢慢變吧 那我跟你說 那斯巴達人也有斯巴達人的倫理啊 他是另外一套啊 雅典也有他的倫理啊 對不對? 他也不是一個人在那裡過啊 他一群人有他的一套啊 那你也可以繼續再變 那倫理不一定是如何如何 那還有和尚出家呢? 還有道士啊 那他也不見到倫理了 那這沒完沒了 什麼事情都可以這樣下去的 所以啊 那時候我找不到人生的出路 怎麼才找到人生的出路呢? 涵養虛用盡 這個話可以說是解救了我 我當時還不知道這個事情 就是出典於論語裡的這許多話 沒有注意到 後來才慢慢明白 就古人講事情 他一定要從這個根據這個聖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還回到那個至高的源頭 當時不明白 當時只是說 噢 涵養虛用盡 這個真有幫助 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 那如果說心思紛亂呢? 心思紛亂 就是 你先 在一個 你且責一個 你覺得比較對的 你先去做 做了之後 你才知道是非得事 不是在那空想 這個我半年之後脫胎換骨 所以修集已盡這個話是 很厲害的 很有力量的 古人 教人 沒有那麼多話 我們現在的話 一大堆 講了一堆一堆 講得越多人越亂 越不知道 該怎麼辦 指曰 修集已盡 一個字 問君子 指曰修集已盡 曰如私而以乎嗎? 指路 就這樣嗎? 好像太簡單了 曰修集已安仁 你自己要能夠盡 盡為而安仁 修集已盡 夫子自焉 自以盡盡 自以盡盡 修集已盡 這個話 照著的講法 自以盡盡 已經而無以加之了 所以你們人生 如果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困惑 你們先從這句話 開始 這句話 自以盡盡 無以 復加了 這句話就夠了 修集已盡 就夠了 不要像子路那樣 如私而以乎 還有其他 好像這句話 太簡單了 這是一個制要的法門 而且這個禁字 它也不是在跟你講 一個什麼道理 它是告訴你一個態度 這是讓你一個人生 能夠安身立命的一個態度 而子路少之 故在其衝擊之盛 自然及物者告之 要真正能夠修己盡 就能夠安人 充擊之盛 自然及物 到能夠安人 你修己盡 就能夠立己 幾立之後 就能夠立人 就能夠安人 那 我自己也覺得 從一個慘綠少年 一個充滿困惑的 這個不知人生 要何去何從的 修己以盡 人生截然不同 人生截然不同 所以這句話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儒家的一種法門 這是一種修神法 諸位千萬不要放過 這句話諸子講 自以盡 衝擊之盛 就可以安人 你自己 懂得了人生的道理 你也懂得跟人相處 所以當然可以安人 那 如是而以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 那 還加一句話 修己以安百姓 遙順其有病足 說 以安百姓 這個談何容易啊 所以 仁者 對己而言 百姓則敬乎人 以所有的人 安乎所有的人 遙順有病 言不可以有家於此 沒有那麼容易的 其實姚順這樣 盛亡 都還覺得 沒有辦法 做到好 一役指路 使反求諸敬也 你不要想得那麼高遠 你以為只是這樣嗎 我們常常都想得很高遠 你倒想一些 哎呀 社會上的政治上的事情 大家都議論一大堆 其實 在我而言 除非不得已 我是不喜歡論政的 我之前 大概 若干年 曾經論了不少的政 我現在又不論了 因為什麼呢 沒用 簡單更做一下 論這一堆事兒 當然你們如果 沒什麼其他事兒做 你們要論的也無妨 因為 我自己覺得 還有很多很多重要事情 需要去做 所以 你 說實在的 人生 不要求得太遠 當然 你沒事跟人家賢柯牙 幾個朋友在論 那不叫論政 我們講的是正經八百的寫文章 來談這些事兒 企圖有一種社會影響力的 這才比較是論政 正經八百的寫文章 你們自己找個朋友去掛假 那是大家發洩一下 不叫論政 正經八百的是 希望能夠對政治有所影響力 寫文章或做一些這些事情 那 這個事兒 難 很難的 因為政治是眾人之事 有太多太多的力量 很多事情改不了 就像今天這個局面 我一點也不樂觀 所以呢 哎呀 反求諸己吧 反求諸敬也 不是說不關心政治 我一輩子關心政治 也一輩子關心社會 有時候有一些無奈的地方 該善人之心無窮 事雖極致 難其能 避之四海之內果 無一物不得其所在 怎麼可能讓所有人不得所在 那是極高的一個標準 那也是只有古代 還能夠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以前是一種聖王之治的想法 他有一套很好的政教 但無一物不得其所在 那我們現在呢 也不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現在如果按照民主的思維的話 那總是會有一大堆優勝劣敗 一堆人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事情 那什麼花樣都會有 那傳統的思維 故搖順又於安百姓為病 若曰無之以足 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那古代的聖人是希望他這個政教的方法 能夠四海之內果 無一物不得其所在 那今天中國大陸走社會主義 還有點這個味道 至少就他合法性而言 他先要扶貧 去掉這個所有的這個極度貧窮 然後下一步要小康 要共同富裕 這是他政權合法性的基礎 我這話 坦白說 你憑什麼一個黨管這麼多人呢 你總要拿出一堆漂亮的政教 所以其實啊 中國的政治 我主委跟主委講 跟西方是不一樣的 今天的政治 跟過去的政治 本質上的差別是有限的 中國從搖順雨灘文武周公 歷代一直到今天 到了這個唐宋元明清 一直到了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基本的走法 還是必須有一些 就是 再上位的人 拿出一套好的政教 這個政教 不管是三民主義也好 也不管是 這個共產主義 或者社會主義也好 他是必須靠這一套 來維持 整個的這個中華大地的 否則的話 非亂不可 坦白說 他也知道 他沒辦法學西方自由民主 那一套 光民族就五十六個 事實上不止 事實上五十六個是約束的 有幾百個 這個非亂不可 更不要講 這個 就算是同一個漢族吧 光港台的事情 我想中共也明白 如果一學這個事的話 各省之間的這個問題 不知道要多少 各省各地 所以呢 他只好走另外一條路 這個路什麼呢 四海之內果無一物 不得其所在 他還是這個路子 他還是要搞聖王這一套 他還是要搞聖王這一套 是吧 搞這個 毛澤東思想 習近平思想 但還是這個事情 這個是中國的一個很難不走的道路 懂中國政治人 會明白 這個 只學西方的人 是不會明白的 這種 這種政治 有他的德 有他的師 如果真的能夠法國 真的也能夠接受這個民主思維的話 因為傳統最大的問題是 這個君主啊 是沒有制衡的 缺 不是沒有制衡 制衡不夠 應該這麼說 他有制衡 他有祖宗之法 他有這個天地神明 他有這個天降災役 他有這個聖人的經典 這個 還有這個建官這些種種 有制衡 他制衡不夠 所以 這是中國政治 五千年來 至少說四千年來就如此 我看意思也變不來 所以我們只能希望他能夠吸收 傳統的好處 去掉了他的一些缺點 因為今天事實上是法家 今天的中國真的不是儒家 是法家 是一種追求富強強力控制的做法 這個是法家 法家有很多問題 對內也壓迫 對外也比較帶有一種 這個 aggressive 這是法家的做法 這個東西 法家在中國歷史上叫做 四個字叫不能長久 中國歷代的經驗 無法長久 指治法家無法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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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很多 所以 故謠順又以安百姓為病 若曰 無治已足 則非所以為聖人 如果認為說無治已 如果認為說無治已足 非所以為聖人 如果認為說無治已足 非所以為聖人 還是盼望一個好皇帝 如何如何 如何如何 所以為聖人 為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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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會古今 我是贊成 把儒家的 加上民主的 再加上 一些社會主義的 這個融合在一起 會比較好 因為社會主義 可以補儒家的不足 民主也可以補儒家的不足 社會主義就是為基層發生 這個儒家以前做得不夠 所以社會主義 為人民服務 一切從人民出發 道理上是對的 這儒家不夠 民主儒家不夠 那合在一起 會更好 那麼 臣子曰 君子修記以安百姓 賭公而天下平 為上下意於公敬 則天地之下 自衛萬物之欲 棄無不合 而士領 畢自已 此體性達順之道 聰明睿智 皆由是出 以此 視天 想地 向地 修記以安百姓 賭公而天下平 君子 在這邊當然主要指的是 再上位的人 不是再上位的人 是很難夠修記以安人的 譬如說 你我修記難以安人 這個是沒辦法的事兒 可在上位的人 修記影響就大了 在上位的人如果不修記 這個老百姓就倒了大霉了 就要知道 所以啊 這個 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懂得修記 尤其要懂得 當然在下位的人也要能夠修記了 負的責任越大 又要能夠修記 做父母的就要能夠修記了 因此 他說 如果 上下 一於恭敬 則天地自衛 萬物之餘 氣無不和 什麼事情都恭恭敬敬地 認真地好好做的話 天地自衛 萬物之餘 氣無不和 而四靈必自已 但是 古人因為比較有一種感應的思想 認為 一切的事情 是可以相互感應的 古代的君子 其實就是今天的幹部 甚至於古代的世人 中共今天想要用黨員來代替 中國的結構 其實中國的結構沒有太大的變化 其實中國的結構沒有太大的變化 基本上還是基本的結構 我常說 就是 清代的軍機處 大概就七個人上下 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就差不多七個人上下 清代的這個 直接能夠跟皇帝講師的人 兩百多個 中共的這個 中共的這個 中央委員吧 差不多也是兩百多個 所以這個數目差不多 就是 這個局也差不多 就是 基本上來講 直接掌握最高權力的這群人 差不多就這個 這個結構 基本的構造也差不多 所以 明清以來 中國 明清到 中華民國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 基本的構造 結構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就表示說 他有他內在的理論 你一時變不了的 只能在這個基礎底下 來改進他 因此 如果說 這些人 都能夠 一於恭敬的話 這些幹部黨員們 都能一於恭敬 這天地自衛萬物之欲 岂無不合 是臨必之 若不這樣 就一切都煩了 就是 一切的氣都亂了 其實也就是如此 此體性達順之道 聰明睿智皆由是出 如果大家都能夠修集以盡 的話 把扣子的扣正扣好 不要亂來 情況就不一樣了 可是不信呢 之前當然就是 貪污腐化 那非要整黨不可 這個其實 道理是一樣的 只是說 以前呢 是比較 素足於從小的 這一個教育倫理道德 這個禮樂教化 那今天是比較用強制的力量 主要知道這是各有得失 光靠強制力是不夠的 雍正管得很厲害 雍正下去之後 到了乾隆 他就管不了了 好吧 這個事情沒有辦法長期 只是靠管的 靠整風 這個不是一個長久之道 所以 這是古今要併用 我也不是說都是回到傳統 因為古人那個方法太鬆散 儒家的制度太鬆散 不過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農業社會 就他的這一個 就是訊息成本 就他的這個 運作成本來講 那是最經濟的 如果照我們現在 這種大政府 他早垮掉 這個政府 大政府會把老百姓給赤垮 現代不一樣 所以現代的那個 一定程度的 比他法家 這是必然的 但是要懂得 要通古今之變 諸位說 怎麼老是講這一章 講到這裡去啊 我要讓你們知道 論語是可以通古今的 明白吧 不是指這個過去的 你這個道理 讀通了之後啊 他這一部 中國思想是貫通的 源頭從這裡來 到今天其實 偷不了這個道理 那麼 我們看看前先 前依然說 修己以敬 則修己以禮也 可以這麼說 但是不是一定要這麼說 因為這個禮 以前 禮是包含一切的 包含人跟一切事物的關係 都是禮 所以你在家出外 待人皆悟 對天地神明 無處不有其禮 都是要心中真有對方 也要有適當的自己 這個就是禮 因此啊 這個是修己以禮 就是修 修己以禁 也就是修己以禮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也不一定要這麼說 宋常人這個講法 只說修己以禁 自以禁 我覺得也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純就 內心修養的法門來講 更寬 更何況呢 今天這個禮都亂掉 就像剛剛同學問的 現在大家不知道 禮在哪裡 你直接跟他講禮 一般心都亂了 外面也亂了 他怎麼去禮 從何而守什麼禮 他搞不清楚 所以我倒覺得 這個用宋常人講法就好了 修己以安人 人與人相處 己不修 如何安人 就一家而言 一己不修 一家為之不安 一國與天涯而言 在上者不修己 在下者無得安 就這道理啊 很自然 我現在看我的一些學生 看我的一些朋友做的事情 我發現他們完全沒有修己的概念 他不覺得他要修己 他只覺得自己沒搞好 搞砸了 運氣不好 這個事情 沒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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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天才剛一個 跟一個學生講 哎呀 我也是看了 這怎麼 真的是把這個 人際關係 感情的這些種種 真的是 哎 所以 人 一定要修己才行 修己 所以 修己 以敬 這個是非常重的 修己 不修己 沒法子 可 現在沒有這個觀念 所以 現代人的家 呀 很悲哀呀 社會 也 缺乏溫暖 家 為什麼很悲哀呢 我聽到 我 主要知道 這一百年來 已經不講這些事兒了 越來越 越來越不講 所以 那華人又重視家 分外的痛苦 就是 很多 很多家裡對人家裡一些親戚啊 近親的 遠親的 都不修 然後 互相的 這一個 做一些 這種 哎 不考慮對方 這個 任性妄為 還有 那七八糟的事兒 反正就是 毛病一堆 那 以前人不這樣子 以前 家法 家規 這個 宗族 靈禮 還有 天地神明 還有 這個 祖宗 還有 這個 聖賢 教訓 它這個 規制很多 我們現在這都沒了 都沒了 人呢 我跟妳講 人啊 基本上 這個自我都容易膨脹 所以自我一膨脹 然後又任性 都壓迫旁邊的人 那你越接近人 越痛苦 所以這個家裡的 很悲哀的 你 看著 一大堆 從老一輩的 中間的 這就無理 沒辦法 這就是無禁 修己 修己以禁 這裏 全先說 修己以禮 加這句話 你們比較容易明白 這個禁是從內心講的 但是有點抽象 但是真正一個人很禁的時候 你面對事情 你跟人相處 你面對父母 面對子女 你每一樣事情 都盡心盡力 用心的時候 面對朋友 你會心中有對方的 不會這樣子的 放肆 因此 大家才能夠安 所以 人生要有 我還是覺得 人生要有一個高標準 至少就德性上有高標準 否則呢 否則人生很痛苦 就如佛家講的 人生是必盡苦 有了這個修為之後 人生其實從根本上 是安樂的 我忙了一輩子 一心一想要 對於這個 社會文化教育有所貢獻 忙歸忙 心裡很安樂 基本上心裡安樂 那唯一比較中間有波動的 就是感情問題 除此之外呢 儒家這個道理 讓人安 讓人樂 除了這裏 也不太多 感情問題以後 有機會再說吧 以前我也說過 這個 現代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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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也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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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了也 一己不修 即於政府群僚皆為之不安 連即於天下眾術也為之不安 人道莫大能於相安 而其斷之安極始 安極之修盡始 孔門 本人道論正事 本人心論人道 此意以貫之 一股經通意 的 所以 是 孔門 是本人道來論正事 本人心來論人道 孔門 是本人道來論正事 本人心來論人道 所以是本人心來論人道,本人道來論正事。 避重階級鬥爭,搞了最後搞階級鬥爭之後,反而會壓迫了很多人道的事情,為了好象一個至高的道理。 所以為了富強,為了民族,有的時候會壓迫自己的人,也壓迫其他人。 希特勒,就是典型的追求富強。 他也是社會主義,他就是國家社會主義。 這是危險的東西。 國家社會主義是非常危險的。 到最後就壓迫自己,也壓迫別人。 這是危險的。 所以要本人道論正事,一切事情不可以離開這個根源。 自從人道出化。 時之刻要和於人道和於人性,把這個當作第一。 這個才是可大一刻就知道,大家才能夠安。 這也是中國政治優美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我們為什麼喜歡傳統文化? 因為傳統文化裡頭處處可以見到真實的人性, 人的性情、心性的流露。 所以他美好。 所以是本人道論正事,本人心論人道。 不是說傳統沒有缺點。 古人有很多事情,還照顧不到。 沒有我們現在這種科技, 也沒有我們現在的許許多多一些新的發明。 他很多事情照顧不到,他有很多的問題。 他有他的階級性,有的。 他也會壓迫一些一般人的。 但是已經不簡單了。 能夠這樣一個文明,不簡單了。 所以此意亦以貫之,亦果竟同意。 不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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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樣極度落後的科技條件底下,還能維持八百年。 那還了得。 不得了啦。 這周朝人偉大的地方。 不順利的主題。 尺子之,指律裡問,如是而以後,真的以僅此不足。 是故無己,不安能夠安人。 自己不安,能夠安人嗎?不能。 固然是民主了,固然是自由了,可他想要的東西總是獲得不了。 能夠怎麼樣呈現我柯批偉大,就是我偉大,黃國昌見啥都批評,其他紅的呢?最好能夠抱住中共的大腿,我能夠多賺點錢,多點利益。 他也沒要到他的,非常悲哀痛苦。 中國大陸呢,我們講的比較自由民主的地方。 中國大陸呢,反過來,他也是不安,他怎麼不安法呢? 他一天到晚就想要完成過去沒有完成的那個夢,不惜一切的代價。 建國以來,不斷地搞運動,一個又一個運動,前面三十年的運動治國,搞了大家人養馬斑,這個痛苦不堪。 然後呢,改革開放,哇,一下子國際接軌,什麼西方好的東西都想搬到自己家裡來,搞得亂成一團,貪污腐化。 對不對? 然後今天呢,又想成一通把他都管起來。 這個其實毛病很多,內部毛病很多。 不安吶,自己的心安不安吶,自己的心恐怕也不安。 就不休己的話,沒有辦法安。 你自己不安,別人也不安。 你就有一種擴張的壓制的姿態。 凡事然後有一種強橫的味道。 當你一種強橫的擴張的壓制的姿態的時候, 你自己不安,別人也不安,大家都不安,舉世為止不安。 只要居己才能夠安,pier無己。 不敬而能敬仁者。 自己如果不能夠敬,主要能夠敬的人。 對人,你要懂得尊敬別人。 所以,在己不安,對人不敬,高聚人上,是難為之下矣。 孔子所言,懸之千百事之後,將人見其無以義,此所以為聖人之言。 故欲求百姓安,天下平,唯有從修及以淨時。 至於百姓之不淨安,天下之不淨平,謠順猶以此為並。 所以,修及以淨是一切的開始。 他的目標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但是一切好像修及淨。 儒家怎麼會沒有自我呢? 儒家,你看,論語裡頭講,這個己字有多少。為人有己,豈有人乎哉。 他處處都講己。 整個都是修己為忠心,儒者以修己為忠心。 宋仁聖子也講,修己以淨,治以淨也,無以復加。 所以,儒家是修己。 儒家不那麼講自由。 確實,但他有自由。 你沒有自由,怎麼修己啊? 如果說我是奴隸,那怎麼沒法修己? 西方人是以自由為最高的價值。 這是康德的講法。 當然還有前有所說。 那首先是宗教的自由,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 我心靈抉擇自由。 這個應該是《聖奧古斯經》的自由意志所從那裡來的。 第一,《聖奧古斯經》的自由意志是人能夠辨別是非的。 不是一切都是上帝都替你決定了,因此你不負責任的。 不是這樣子的。 那一個是宗教自由。 然後是康德所講的。 只有透過這個理性做一個自由的抉擇,人才能為人。 否則的話,人如果都是被命定的話,人是沒有道德義務的。 既然我都是被決定的,我有什麼責任呢? 是周圍的環境、周圍的力量讓我變成這樣,我就沒有責任了。 說這其實是自由的,是自由的。 呢,我們又沒有責任的。 這是自由的。 這是自由的。 是很重要的。 八國大革命的時候,這個一般人是沒有他的尊嚴的。歐洲原來的那個貴族的統治是非常嚴厲的,所以中產階級稍微起來之後就想要搞革命。 可請注意,這是一個基本的條件,不是一個人之為人的一個充分的完成。修己才是完成。 人不能沒有自由,但人也不是擁有無限的自由。人有基本的自由,尤其是信仰的自由。 自我決定、是非善惡、對錯的自由。 其實中國古代這方面的自由,基本上蠻充分的。 天高皇帝遠, 皇帝管你那麽多次。 你也沒有。 他沒有我們現代這種政治上的言論自由,那倒是有,確實沒有。 但是也沒那麽嚴苛,不會像我們現在管那麽多。 中國人其實是一盤散沙,自由太多,不是太少。 中國人只有家長管你,一般人誰管你。 所以他其實是有自由,但是他覺得光是自由不夠,他是要修己。 因此古人並非不夠,並非缺乏個性,並非缺乏個性。 他當然不是個人主義。 因為我們知道,現代的文化的,尤其自由民主政治的精髓,就是自由主義加上個人主義。 因此是有自由主義。 這個事情都跟古人所講的修己。 它是有關係的。 照古人來講的話, 你基本的自由是要有的。 以前也基本上不剝奪你這個事。 你基本的自主是要有的。 以前也不再剝奪你這個事情。 女性受到壓抑比較多。 所謂三重式的。 這次有的治療。 那也特殊的原因我們不說。 但總之來講,至少儒家文化所提上的這個修己以頭, 是包含了相當程度的自由, 跟相當高的自主性。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指他不是那種無限制的自由, 或者無限制的自主。 因為他說, 一句話講完了, 人是在人群當中做人。上有父母尊長,下有子女,旁邊有兄弟姐妹,一大家族人,你怎麼可能無限制的自由?有家,有國,有天下。 所以,修己已盡,這幾乎是儒者的最高原則,這句話非常的重要。儒家的最高原則,請注意,這是非常重要的句話。 我怕還是我認為是中國的未來最重要的一條原則,每個人都需要修己盡,自己才能安,周圍人才能安,世界才能安。不這樣不行。 究竟一可不可以說是窮禮的禮? 禮不是禮,禮是窮禮。 一二三的禮啊。 對,主義無自自為禁嘛。 這個禮其實是,你要一心一意在這個事情上,你慢慢才會明白什麼是禮啊。 禮不那麼一下子能夠明白的。 對啊,可是我們不是要照著禮做,才能上去修嘛。 那你問題是,你如何窮這個禮呢?你要主義才能夠窮禮啊。 哦,主義才能窮禮。 你不主義,你怎麼窮禮,你窮不了禮。禮不亦窮。 懂吧,有個先後。 是,是,剛剛老師說禮很混亂,前前不是說修己以禮嗎? 哦,禮很混亂。 你那個禮,你那個禮現在是講的是前先那個禮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是說前這個禮是不是也是要窮,也是要窮嗎? 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狀況,也要窮禮。 是,我剛才回答你的那個禮啊,因為我以為你是在講禮學家的那個禮。 對,我也是有講那個禮啊。 就是說,因為我們你說,因為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要組在哪個一上面嗎? 你說一是什麼?我們有時候搞不清楚,搞不,不一定那麼馬上的清楚嘛。 就,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就其以知之禮而易窮之。 你呢?剛開始我們碰到一件事情,不知道這個禮在哪裡? 也不知道你碰到人,也不知道恰當那個分寸的那個,從四字旁禮在哪裡?怎麼辦呢? 你先就你已知的東西,一心意地照著做。 然後,做了之後你就會知道得失。 然後在這個裡頭呢,易窮之,慢慢的你就會越來越這。 做那想的功能有限。 因為這個人生我常說是活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 人生的道理。 越想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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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吧? 明白。 謝謝老師。 好,很好。 然後,這個禮不容易窮的。 所以叫說以知之禮而易窮之。 譬如說你現在剛開始,我覺得說我這樣對朋友,我覺得應該這樣合理。 一做 结果怎么搞的呢 你也不开心 他也不开心 就表示你还没对 对不对 然后你再穷之 慢慢慢慢慢慢 但是你 修记已尽 你心里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你迟早可以把它弄好 我自己修身的体验 很多道理是 自己想不明白要学 就伦理学二篇嘛 第一篇就是要学 很多就是学 不是说我们自己能搞定 就是要学 看别人怎么做 没错 先看好的例子 这也是好方法 这叫博文约理 博文就是要去学 学人家好的模范 约理叫做功行实践 去做做看 我这一天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 一直在那儿是做不好 要学习的 就是很多主义的话 就是总是会出问题 主义你要懂得他的意思 不是主义会出问题 是说主义是个法门 你先就你现在所知的 主义的去做 做了又得失 自然就不断地修正 这是一个过程 谢谢老师 这一竹 千山 非常重要 修自已尽 这一章 很重要 前一章 这个礼 我今天 特别是有感而发 做了一些发挥 修自以教 非常重要 这个 大家 经验的 这个圣人讲 那个 说 我们要好好去修 是不是 民國以來,我們試過各種主義的。這個主義也沒有辦法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什麼西方主義,咱們也都學過了。 西方人自己現在也解構了,也後現代了,也存在主義了,他們也講得出個路子來。西方也沒路子。 我為什麼直接跟大家講,稱之為聖人?我年輕的時候不敢這麼說的。 我是年紀越大越覺得說,這個東西真的是顛覆不破,幾千年。 所以我們學這個聖人講的話,這個人生容易走上正軌,靠自己很難。 人要靠自己,其實多半的人到最後一生是忙忙碌碌一生,一事無成就罷了,而且充滿了煩惱跟遺憾,還有苦痛。 大部分人,百分之九十的人,恐怕都是這個樣子。 不學道理。 就像古人講的,不學理無以利。 這個是很難的,人生不那麼容易。 可是大家都以為人生覺得自己有聰明才智。 我從年輕的時候就不這麼想。 因為那時候我上窮壁落下光前,什麼事情想了一遍,覺得這個事情不潛待。 所以覺得先要學個好道理。 果然我覺得這一生從這裡面收穫無窮。 還沒有問題? 那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一段的話,最主要是對君子怎麼做成君子的要求。 然後比方說,因為我是一個普通人,然後我對政治啊什麼的,對人際關係也不敏感。 然後我就小過寡民自私自利。 然後我為什麼要修極呢? 我修極的動力是什麼呢? 然後比方說,我是一個富二代或是一個光亞代,我也不必要。 我為什麼要去修一修這個極呢? 你所說的,正在來說,對我。 你所說的沒錯,我剛剛跟你講。 我剛和你講。 一個人光改的話,他實在不知道自己幹麼要修。 或者我還沒有負責任的事。 不過呢? 人嘛,多半會成家,對吧? 成了家,也。 你就不只一個人。 有兩個人的時候,如果你不修的話,毛病就不少。 我這幾天才跟清雲學生們談的感情的問題要如何,在我聽起來就是不休己,感情會出很多的問題。 然後呢,有的孩子,你不休己,你的孩子會出問題。 你如果出去工作,你跟你的同事的關係會出問題。 你總要跟人接觸嘛,我們人不是孤家寡人。 而且,你只要跟你有比較多接觸的人,你不休己,豈不都會出問題嗎? 是不是這樣?你想想看。 或者反過頭來講,你自己一個人在社會上,你會不會覺得一些旁邊人不休的人給你造成蠻大的困擾呢? 是不是這樣? 聽得到嗎,何超? 我聽得到,謝謝老師。 然後,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究竟已盡嘛。 然後,怎樣才能,才是恭敬呢?怎樣才是這種認真? 比方說,我認為我已經對勢、對勿已經很認真了。 但是,別人可能覺得我對勢、對勿沒有達到他的預期的那種認真,那種恭敬。 或者是,我太過於恭敬了,別人就可能覺得我是在發掘他,或者是跟他拍馬屁這種過於恭敬的這種,這種該怎麼橫量去呢? 我真的覺得這事兒,那種是一位有四個偵才,我喜歡過一位覺。 這個時候,主要是自己的內心,你自己做的事情有沒有盡心盡力? 你全心、全意、一心在上的自己最清楚,別人怎麼知道呢? 譬如說,你對一段感情,你是不是一心、一意、全意、全意,自己最清楚? 那你是不是以一種一心一意的態度呢? 所以,最主要是自己的內心。 那如果說,我覺得我都已經很盡心盡力了,對方覺得我不盡心盡力,怎麼辦呢? 其實,這樣子的事情,不是那麼常見,或者說,你如果真的很盡心盡力的時候,多半人家可以感覺到。 譬如說,我們跟人家感情,你感情上很盡心盡力的時候,其實對方知道的了。 你不盡心的時候,別人也知道。 那麼,你做個事情,你認真地做,別人多半可以感覺。 那你說,他就是沒感覺,他老挑剔我,總覺得不夠,那你就要看了。 那你也很用心地看說,那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你就是凡事都挑剔那種人嗎?那我就不需要理會你啊。 你是那種所求無度,欲禍難填,那很抱歉啊,沒有辦法了。 那還有一種情況說,其實,是我不夠盡心盡力,我自以為我盡心。 人家覺得說,你很多該管,該注意的事情都沒注意嗎?方法也不對嗎?那我就該反省了。 你明白這兩個的分別吧? 所以,第一步,是要求自己盡心盡力。 自己盡心盡力,其實基本上就比較問心無愧了。 你也有個底氣,去面對別人。 那別人分兩類,一種是有道理的,一種是沒道理的。 沒道理的,你把它看清楚,就不需要太理會。 那有道理的,坦白說,我們自己有的時候,自己做事情的態度不對,方法不對,出問題的。 如果別人覺得說,你沒有認真做事情,也不是偶然的。 譬如說吧,講個最簡單的事情,假如你去打掃個地方, 你說我很盡心盡力地把這個廁所都打掃好了, 怎麼搞得你女朋友進來,或者你的父母進來, 就罵說,你都沒有認真打掃, 你說我已經很盡心盡力了,結果呢,你的盡心盡力呢,恐怕是有問題的。 有很多事情是你的一個習氣, 根本沒弄乾淨,那人家覺得你得進行盡力。 那這就該反省了,為什麼?如何如何? 懂吧?意思就是,別人的意見有兩種。 慢慢你事情都會看清楚。 第一,自己要進行盡力。第二,你久了,事情都看清楚。 第二,你照這個方式下去,久了,什麼事情都慢慢都清楚了。 我跟你講,你照這個方式下去,久了,什麼事情都慢慢都清楚了。 看得一清二楚,是有理的要求,還是無理的要求。 很多時候,人家的要求是有理的,恐怕問題出在我們自己。 就是,我雖然盡心盡力了,但是我確實還是沒有能夠好好把這個事情搞清楚。 你不能說,我做個菜,老是難吃,我盡心盡力了,總是難吃。 這也不是個,這不是修己盡嘛,對不對? 說我打掃房子,我盡心的,我打掃房子,別人看起來總是髒衣衣的,這也不對嘛。 我盡心讀書了,書老讀不進去,就會知道這還不夠盡心。 人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在這個技術底下一步步往前走。 什麼事情慢慢都做得好,什麼事情都清楚。 還有沒有問題? 老師,我分享一下。 去年,您說專注靜心的時候提到過這一章。 然後呢,我呢,也基本上努力的照著做了一下,確實有效。 真的很好。 這個休息一靜以後呢,當然沒有那麼高的境界。 就是做一點,哪怕說吃飯這個味道都不一樣了。 這個專注之後,所以我這個,而且再有一個,之前有的同學也提到,我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直想給這些東西給一個定義。 到底什麼是靜? 什麼是成? 但實際上呢,這個東西好像主要是還是在做中能夠體會到。 對,不這個定義。 再有一個成跟靜,它也是要通乎內外的,不是自我感動。 它也不是怎麼,它是一個就是內外相,相合二為一那種感覺的。 所以呢,這是我的一點這個體會。 然後,還有就是您之前講的,包括通書,包括中庸。 我覺得這些東西如果真想瞭解的話,還是需要反覆的看。 因為它畢竟這一套跟我們現代這個教育那一套是不一樣的。 想要實踐它,想要體會它,確實得真是說像古人說的涵養其中。 然後才能夠有所得。 就這麼點心得。 很好,很好。 對,你進步許多。 就這麼下去,大家一起。 這個,是要下功夫的。 下功夫就會有所得。 它不是光是一個思想的問題。 它跟西方職業不一樣,它不是個定義的問題。 它是個下功夫的,修養的東西。 會改變你的一生。 好,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好,好,好,大家再見。 謝謝老師。 好,好,大家再見。 謝謝老師。 好,謝謝老師。 谢谢老师晚安 晚安 谢谢老师 晚安